台灣的小哥 怎麼給他地材料 怎麼給他錢 我告訴你 從頭到尾沒有人給我任何錢 想要丟錢給我的是你 汪曉飛 好嗎 一直到今天的中午11點 他竟然自己發文給我 他發了這個 他說什麼 沒簽證 都先消消氣 我辦了簽證和你說 你敢說你要來台灣 你不知道來台灣要辦簽證嗎 你這是一個好笑的笑話 大家都聽好了啊 在8月2號的時候 汪曉飛就告訴他來台灣看孩子 但是他沒有來 去哪裡 大家知道為什麼這麼困難嗎 是你卻和張藝人在四川 大衣提到過說 汪曉飛把他封鎖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互相聯繫 我打過電話給其他汪曉飛身邊的女孩子 都說是被另外一個女孩子封鎖 被誰 就是張藝人 大衣王曉飛離婚一周年 為了家用電費 鬧的褲子開交 除了王曉飛一連串的暴氣發文 媽媽張藍也在昨天直播中 大罵大衣全家 還指控狗仔葛思琦 收了對方的錢 讓他氣的決定出面回擊 你帳戶有沒有拿到錢 帳戶也沒有錢 現金也沒有 支票也沒有都沒有 所以從頭到尾 你沒有跟大衣這個關係 大衣我完全跟他 完全真的完全不熟 真的完全不熟 他們說我一直在幫大衣他們家裡講話 但是講白的 小S跟徐雅君的料我招贏很暴啊 我沒有騙他人問會死啊 我跟他有什麼好講的啊 他還好不住在台灣 因為我從來沒有告過人 我也不會去告人 但他這樣的指控 我已經一再再了三的說了 我告訴你 從頭到尾沒有人給我任何錢 想要丟錢給我的是你 汪曉飛 好嗎 他當放羊的小孩的機率比較大 針對汪曉飛爆料的小S老公徐雅君 在招待所找姑娘 葛思琦這樣說 人家玩到什麼程度 人家把家裡顧好 人家老婆同意 人家老婆死不離婚 我們能奈何什麼 我們能干涉什麼東西 過去我不是說有幾張照片嗎 那我就把那些照片 一無一時的全部都拿出來給大家看 我從五月人裡等到十一月 那你今天又這個樣子 那你就羞怪我無情 對啊 是你因為你無理 這會有新的女生的對象之類的 我們就不要當傷害無辜了啦 我們就講白的 我當時都說 小四小五小六已經夠多了 你還要再小七 那些多餘的東西我覺得不需要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